前隆完了经过了五六十年的时间 我们对西方的认识就乍不一样了 我们在一次一次的战败当中就觉得 西方看来不是那种边远地方 只是来做个生意的小国了 那我们认识自己也开始变化 湖南人魏冤 他说了著名的话叫失疑长疾 质疑 就我们要睁开眼睛 看这整个世界 各位小伙伴们 非常高兴大家来一刻看直播 我是李云 今天我跟大家讲 聊一聊 西方文明史这个话题 首先简单说一下 这本西方史纲呢 主要目标就是让普通大众看 那怎么样说西方文明史这个事呢 我们从哪说起呢 实际上最直接的一个事情 要跟大家聊的就是 为什么要理解西方文明 不理解它又有什么关系 它到底是什么呢 对我们来说 到底把握住什么样的东西算西方 到底知道这些又有什么对我们的好处 对于普通大众来说 西方到底有多重要 理解它的什么是我们最需要去关切的东西 那我在这儿跟大家透露 我在书里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和我写整本书的意图 就是西方是我们身边最重要的他者 那你我他的他 学者的者 那就他者 用英文就是other 他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不理解这个他者 我们理解不了自己吗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的确是这样的 我们知道网上有一个很好玩的笑话 叫做别人家的孩子 是吧 别人家小强又拿100份了 你看你又考了多少份 是吧 我们从小到大都会被做比较 妈妈怎么是说小强又考100份了 是吧 我们长大了 反正各种环境下都会有各种人 找各种比较的对象 来跟我们说 他是怎么怎么样的 意思就是那和他比你是什么什么样的 那其实在我们这个生活当中 无论是妈妈还是老师 还是我们自己 其实比较是我们认识自己很重要的一个方法 甚至我们认识自己大多数的渠道 都是通过不断的和这个比和那个比出现的 那对于我们中国 现在的中国来讲 西方就是那个小强 那就是和我们比的最重要的那个参照系 他是什么样的 他是什么样的 他哪和我们不一样 甚至是认识我们自己的很重要的这样一个背景板 就是有他 你认识清楚他 反过头来理解我们自己的时候 会更顺流 原来我们是长这样的 他们长成那样 我们长成这样 有了这样一个相互的参照的话 我们更容易理解自己 大家应该知道这个故事 是吧 英国人派他的使团来中国 见到了乾隆皇帝 马格尔尼代表这个英国 来和中国进行商务谈判 是吧 送了好多礼物 说我们做生意吧 乾隆皇帝觉得不需要 这个天朝上国什么都有 我们干嘛要跟你做生意 你算哪根葱 是吧 我们这个中国 不需要你们这些远在天边的这些小国 来跟我们打交道 就是我们至少在乾隆皇帝的眼里 是没有别人的 我就是我 我眼里没有别人 我不需要跟任何人比较 我就是这个天下的中心 是吧 所以 那个时候 中国的自我认识 可以讲 对这个世界 是非常傲慢的 我们不承认世界 其他地方 有什么样的国家还存在 就算存在的话 也不重要 但是 经过了这个 这么几朝 是吧 乾隆完了是 他的儿子 孙子 丛孙 也就是这么两三朝的 五六十年的时间 我们对西方的认识就 大不一样了 我们在一次一次的 这个战败当中 就觉得 西方看来不是那种 边远地方 只是来做个生意的 小国了 那我们认识自己 也开始变化了 所以在那个时候 有了所谓 真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就是湖南人 魏元 是吧 他说了著名的话 叫 失疑 长寂 与质疑 就我们要睁开眼睛 看这整个世界 我们不再是 唯一的这个 天朝上国了 这样一个 眼里开始有别人 其实是蛮被动的 那我们 无论如何 看待 甚至正视 从一个很 奇妙的 奇怪的这样一个角度 去看西方的时候 其实开始并不是很愉快的 那么经过了这一百多年 我们的这个认识的历程 也是非常复杂的 而我要提醒大家的就是 我们在认识西方 和认识自己的 这个 你看起来是两个事 实际上很多时候 是一个事 我们怎么样看待自己 和怎么样看待西方 是高度关联的 在这样一个状况下 我们理解西方 不光是 我们讲 理解 一个 外在的 坐在 对面远远的 让我们打凉的 那样一幅名画 不是的 他是和我们 一起做游戏 游戏当中 有赢有输的 活的小伙伴 我们在和他 做游戏的过程中 会心里起伏的 而这样的起伏 本身塑造了 我们自己 了解清楚他 然后再反观自己 我们是怎么 一路走来的 怎么在和他 这个较劲的过程中 走来的 那以后 该怎么办 我们就会 更有谱 那西方 这个 哎呀 说起来 很大呀 我们可以从这个 一般的教科书里边 大概都知道 有希腊 罗马 中世纪 现代 大概可以分成四块 那了解 什么样的西方 算是 把握住 它的 最重要的东西呢 我们得把它 理解成一个 系统 一个庞然大物 对吧 它肯定是很复杂的 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这样一个复杂的 西方 我们怎么理解 我把它 破解成 我跟男人讲 叫做 两纵 三横 那这个纵横呢 就相当于是 一个网格 也是我们理解 它的线索 换句话说 我送你的 这个两纵三横呢 就是 穿 唐葫芦 或者羊肉串的 那个 竹签 可能你已经有很多 这个 唐葫芦 或者羊肉块了 但是这个 两纵三横呢 它可以构成 一个很好的签 你原来有的 这知识 很多 那很好 没有呢 或者 有些事情 最好呢 咱们是能够 有一个 线索 脉络的理解 能够把它 串成一个整体 这个是我写 这本书 很重要的意图 那 说一半天 这个 两纵三横 到底是什么呢 我先把 原话告诉你 这个 第一纵 就是 树线 第一条 树线 这个纵段线 叫做 文明是对 野蛮的客服 那告诉大家 这句话呢 就是 我是把 西方当作一个 文明的整体 来看待的 它是一个 幽长的 文明 那文明最重要的 能够 指向它的 目的 就是要去 克服野蛮 那我们 在不断地 认识自己身上 有什么样 野蛮的东西 慢慢地 也就把它 逃换掉 这个过程是 非常非常 漫长而困难的 而西方 恰好 有它的一套 这样走向文明的 独特的路径 下面我会专门 讲这个 那我们从它 怎么样实现 文明的 这样一个 成长史当中 看看 文明有什么 野蛮怎么样 被克服掉了 那 在这个话题里边 我要提醒大家的是 文明不是一个 干陷 前进的过程 换句话说 它会反复 会纠缠 甚至 会倒退 会崩溃 文明的 诚挚 一经出现 就一定的 留下来 它很可能 被摧毁 也就是野蛮 可能会战胜文明的 文明并不是 不会衰朽 不会腐朽 不会 没落 它也会 它也会有一个 生长的过程 生老病死 可能都是会存在的 但是它的核心 是去克服野蛮 那第二条 第二个纵观线 我们讲是 我们要去 深刻的理解 古代 古代和现代之间 到底是什么关系 从古代到现代的这样一个转变 不光对于中国 对于西方也是一样 是一个很麻烦 很痛苦的事情 西方并不是 一直都像 我们熟悉的这个样子 它变成 我们现在熟悉的这个样子 其实也就是两三百年的时间 是在它 启动现代化以后 也经历了很长时间 大概他们的现代化 从1500年左右开始 一直要发展到1800年 就花了三百年的时间 甚至更长一点 才像我们现在熟悉的这个西方 所以我们去理解这个西方 很重要一个事情 就是帮助我们 把脑子里一个很重要的事 厘清出 就是古代不等于中国 现代不等于西方 中国和西方 都有自己的古代和现代 可能我们的古代差别比较远 现代离得比较近 但是并不是西方一直就很现代 它也存在很痛苦的转换 所以不要把古今中西 搅成一锅粥 我们一想问题 就是好像现代的东西 都是西方的 而印象里的和西方去对比的 比较的那个东西 中国就是古代的那样一套 这样的时空挫制 会把我们的脑子就搞得非常乱 所以我特别希望帮这本书 帮助大家知道 西方的古代是什么样的 现代是什么样的 如果我们把古今中西区别开了 古代的和古代的相比 现代的和现代的相比 是吧 这样的比较就变得有意义了 就容易帮助我们把问题想清楚 重复一下 两种呢 第一种就是文明和野蛮 第二种就是古代和现代 把这个人类历史演化的这个脉络 用这两根线竖着往下捋呢 我们就会发现 哦 原来文明克服野蛮 是取得进步的 但是呢 也没有那么轻松 古代当然是像现代演化的 但是它里边存在一个 很痛苦的转变的过程 它可能会有很多鸿沟 有很多很受伤的地方 那么有了这样一些区分呢 我们就可以 哦 怎么样调试我们现在 看待西方和古代中国的眼光 就会看得更准了